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14日 在此前的13日有关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不仍转变的根本原因 法国当地媒体《世界日报》提到 依习官大家还认为 不排除习近平11夜中醒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G2峰会时看到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印度共存而有所感悟 甚至或许习近平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给感染了 习近平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亚太经济合作峰会 EPIC期间多次在未戴口罩下以李家超交谈 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后检测成阳性 但是在此前《华尔街日报》在有关此原因时提到 有一位英文名叫Terry Goal的人士曾经在基金约 一个月前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递送了一封信 在该信中Terry Goal向习近平阐述提到 严格的防疫短控措施将威胁到中国在全国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他还促勤对该公司员工的现场面更加透明 有关这位名叫Terry Goal的信件写作者 他的中文名叫郭台铭是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创始人 也就是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厂的掌模人 这些电厂至少为中国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习近平的卫生官员和政府顾问利用郭台铭自然含的契机 更强力主张政府需要加紧放松严格的防疫管控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引用分析人士提到 中国在本业初有超过100多所的大学的学生进行抗疫活动 而超过60处的冲突地方也对此起到了一定作用 继续有关中国的防疫政策 中国当局在12月7日 官方相关机构发布新十条政策 被普遍解读为前面放松清零者 随后又将在中国普遍使用防疫手段形成马前面下线 并且要相关电信运营商删除相关数据 另外中国的外交官品刚在12月12日 在新闻平台SemSemaFile启办的活动上说 我们了解大家的关切 目前防疫政策正在逐渐放宽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相关措施将进一步放松 国际旅行将更加便利